在高中时,你会梦想你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你知道大多情况下你的梦想不会成真 但我想有些人的梦想会实现 但大多情况下不会实现 你知道的,你离婚了,你失去了一个孩子 你会,你会,你会随便什么情况 我觉得你唯一能够学到的是 你不能老是纠结在自己失败的阴影里 你不能一直这样自怨自艾下去